在台北市鼓勵過年休息之後 今天開盤的狀況是怎樣呢 今天一開盤就收起29點來開出 至少來到4277點 不過開盤之後這個賣壓就出來 所以十盤也有更多精力 只有電視又表現了比較好 台北過年休息在港澳 拜訓孫開盤 十盤一開市就起29點一三點 不過有導致你的態度還是很保守 我現在還是目前還是空手啊 現在還在觀望 還可以啦 因為美國那個禮拜五受的不好嘛 我們這樣子應該OK啦 台北今天開盤 不過開盤沒多久 雖然要賣股票的人就很多 大盤盤盤 十盤表現正當經理造成 只有這個電視又會表現比較好 以後都在三個百分點以上 在電視這個大型股的一個稱盤之下呢 今天大盤指數的一個部分 這個收紅的一個機率是相當的高 但是今天的一個漲幅沒有辦法擴大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除了說買盤不夠積極之外呢 在金融股的一個表現也相當的疲弱 台北開盤盤 再來賺盤機會 要是當時來盡情情擁擠擺 台灣賺盤盤盤 當時的學期表現 今年緊急要使用轉是不太可能 不過因為說 台北今年兩年應該比一年更好 今年我想是一個應付各種的挑戰 然後我想工商界大概也是 那麼包括政府的話 大家大概要輕易去解決問題 文修書表示 再來過年時 國際故事有起有落 台北地震將會專注苦幹進黨的局勢 未來如果美國的機會來回問 又向上政府推出的進行經濟風暗的效果 未來台北朝的機會 轉開比較大的環大空間 記者綜合報道 鄉親啊 這個政府在這個過年 發了這個消費金 不知道鄉親贏了嗎 這次的台中市撒出來說 在台中市用這個消費購就是 有機會可以投到豪宅 投到這個大處 真的很多人去喔 等我看各位時間 就有5億的消費購在台中市的消費 像這個台中市政府 現在總共收到10多萬分的 這個抽中的名單 不過這回來想要抽中的 是外觀企業 電動比較多就有高興 站在中市上面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豪宅問 豪宅啦 手提高高一大 這是幾個火啊 希望 不管是頭摩伯的老阿伯 那才是年輕啦 豪宅 歡迎用消費購買東西的東西 也買一個希望 當然是房子啦 對啊 蓬蓬運行嘛 差不多有1萬6吧 1萬6超過啦 最想抽到的是什麼 當然是豪宅啦 對啊 對啊 有啊 歡迎來參加 參加我的新方子 民眾委一月18號 領到消費館開始 在台中市使用消費館 就有機會挑豪宅 這個市場的水利 個人是很厲害 在這裡報告外就超過5億 不過台中市政府 購買這個購買 又是購買購買漏氣 因為這裡台中市民使用 消費館只佔一項目 台中市消費員的消費數額 還不算今天啊 到昨天為止 已經超過5億 台中市的市民 所花的佔一層 市政府的基礎 豪宅的大眾實在是太欺負人 過年期間 剛好可以去外觀市民眾 來台中市玩來消費 跟他設置為止 十幾萬分的挑戰 裡面已經全部都集中 在大風調的層口裡面 幾十四點鐘都有感受 錄影 議員以後 晚上也會挑出 航酒台中的來回記票 還會吃得更大 沒有挑戰民眾也不用感到失望 因為這樣 你還會有機會 可以挑豪宅 記者 綜合報道 我們知道 這去年十二月 這個四合日已經突破了5% 有哪讓這個政府請監獄 冠金在那裡 有哪來開會 有哪算佈了 要求實驗的方案 行政議員說 就要將今年 這個公共黨黨的故事 對於本來這1千億 還要計3百億 這樣一年來 這個總統主義 今天會增加到 這3千3百億 應該可以增加 15萬的做工作機會 星期晚時 憲政議一台一台 黑頭車開一台 過年休假上一天 憲政議長老條件 調開看部會回去 就是要想辦法 看怎麼救失業 因為去年十二月 將到5.4%的新冠失業日 讓政府很緊張 回到憲政議宣布 要提借九十八年度 進行經濟方案的建議 我們振興經濟信方案的 多數的一個預算 将近41.5%是在98年度使用 在我们的GDP达2.3% 今年公共钢电污算对1千亿 又对到200到300亿 一些钢电提做消报 丁方性两车较别的成作 两车污算由中用来偏 为头地转去做 另外教育部和国家贵 要提供贵罗万的研究做烈活 内政部和国防部 也让毕业亚南冠近去做兵 整年都要投入将近3300亿 来提供15万的钢州计划 我们失业率可以降低将近1.5% 如果加上我刚才讲 那个300亿增加的 今年度增加的预算里面 显然我们总失业率的降低 可以超过1.5% 我们希望全年的平均能够降低 失业率能够降到4.5%以下 总统对民国98年到180一年 政府要投入超过7千亿的旧经济 因为过来过年后 主居住和德国会 都暗算要够一破四千亿 平正一官邸开港进城 带出将写来温点民心 记者综合报道